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主要是到冬季 就是冬棉 在我们这块呢 就是从到十月份 李宗盛就开始在河里头 在山上 逐步地就开始往山下走 完了它就奔河沟去冬棉了 它是在河里的 应该待三四个月之久 一到春季 大概是咱们这个季节比较晚一点 大概是4月10号到2号这个期间 然后然后呢 它就开始苏醒了在河里头 这个前面冰雪茄都融化之后 它就开始上岸了 完了找它的孵化石 就像所谓的我们这说的管架水泡了 完了进行繁殖擦卵 擦卵之后呢 哈佛它又上山了 开始蒲石虫了 大概它就 应该在5月到10月这个阶段就是林蛙的捕石期 也是林蛙的生长期 这个时间也挺关键 林蛙就开始上山 捕出一些虫 它主要是 它林蛙最主要主要它是吃那个活物 完了这个林蛙的卵呢 炒了卵之后呢 也是腐化成蝌蚤 也得需要大约一个多月时间吧 完了变成那个 退化成那个 油退化完之后变成那个小林蛙 反正它是窄炮了 就给它杀了 完了也是开始它的这个 这一年这个旅程啊 就是它的生活方式 它就开始上山了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